热线十二今日关注 辽宁本西警方打掉特大制贩毒团伙 河北苍州高中生在校携带或使用手机被劝退 安徽富阳弟弟酒家被查姐姐出头阻碍执法 安徽五虎为酬医疗费男子抢劫被判刑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热线十二 我是潮东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严打毒品犯罪 净化社会环境 近来辽宁省警方发现省内 暗藏着一个庞大的制贩毒网络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视频 来看看警方打掉毒网斗争当中 惊心动魄的一刻 这是今年1月22号晚上11点左右 警方在辽宁丹东多地发起的突袭现场 对于这些犯罪嫌疑人来说 人生的转折只发生在一瞬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去年春天 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最早是去年2015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来进入一个其他一个犯罪案件的时候 发现本系有一股银 有一股银在卖一种毒品 但那跟正常南方来的毒品不太一样 咱们怀疑到是不是咱们这边当地自己产的毒品 民警介绍 辽宁乃至东北地区 一直以来都是冰毒的流入地和消费地 如果辽宁真的存在一个大型的制毒基地 那么这将对辽宁乃至东北的禁毒斗争 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本系警方加大调查力度 终于在一个吸毒人员那里找到了关键证据 这些照片证明了辽宁省真的存在着一个制毒贩毒网络 而其警方的情报显示 在几个月内这个网络生产的冰毒产量和纯度都有了大幅提升 这说明这张毒网正在疯狂的扩张 本系警方意识到必须尽早铲除这张毒网 成为布局案件之后 本系禁毒支队几乎亲近所有警力 对这张毒网展开监控侦查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警方终于锁定了这张毒网的核心人物 老鬼姓林 58岁 辽宁丹东人 据警方事后了解到 他的同伙 夏县 甚至他的女朋友 都不知道他的真名 老鬼不仅多疑 而且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据我们掌握他的电话 他大概在九步 经常更换电话 对他我们不敢跟踪 我们只有定点守候 定点一个捷箱 捷律式的一个穿一个 我们是派了一部十住侦察员 十住侦察员 每住啥个人 十住侦察员 对他进行秘密监控 警方发现 老鬼每次和夏县交易 并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而是把货放在指定地点 夏县取货之后 他才和夏县见面 然后双方在自动取款机上 转账收钱 以此来防止警方人赃并货 2016年年初 老鬼从福建订购了 十公斤制毒原料 但由于年初货运繁忙 物流公司忙中出错 把货发错了地方 而就这样一个小插曲 差点断送了警方整个行动 因为我们在工作前期 对货的轨迹不掌握 所以我们曾经与物流联系过 货物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 所以他也同时与这家物流公司 取得了联系 所以就是接受到这个反常信息 和物流联系的号码 是一名侦察员用实名注册的 一旦老鬼查出机主姓名 则整个行动就完全暴露了 而此时警方发现 老鬼正在追查这个电话号码 于是侦察员立即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过户给一个无法追查的身份 过户手续带完仅仅20分钟 警方情报显示 老鬼查到了刚刚过户的机主姓名 十组侦察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发现老鬼仅在丹东市内 却有四个住处 而制毒工厂则一分为三 分散在丹东郊区的农村里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厂选址 更是费尽心机 这个厂的后面就是闪大闪 而且盐护特别少 而且是山区里 所以有个烟有个气味 不会有发现 它的这个工厂的四周全案的监控 全是监控 白天进去就看得非常清楚 晚上没等进到这村口呢 就有狗叫了 所以根本就接近不了 老鬼用这座工厂来合成冰毒 而冰毒成品和原料则存放在不同地点 这可以防止被警方一网打尽 老鬼自以为他的网络完美无缺 可他没料到 警方经过近十个月不懈的努力 已经摸清了他整个的制贩毒网络 2016年1月初 老鬼开始大量买进制毒原料 准备大干一场 而此时 在暗中监视老鬼的警方意识到 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 经过周密的部署 警方决定 在1月22号晚上 对老鬼整个制贩毒网络的所有据点 同时发起突袭 一夜之间 老鬼苦心经营的制贩毒网络 被本西丹东警方一网打尽 当场缴获冰毒溶液200余公斤 麻黄素10公斤 抓捕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44人 可以说 这是一场在公安部和省厅的直接领导下 多出了病局 多警联动的经典在意 沉重打击了涉毒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棋案 历史十个多月 狡兔三窟的老鬼终于落网了 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又是怎样走上这条违法犯罪的不归路呢 接着看 2002年 老鬼第一次接触到了毒品 2004年因贩毒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然而四年的改造 并没有让他意识到毒品的危害 我就要说我的吸毒 或者贩卖 说明说我自己的自己没办法好 那就不严 才导致我被抓 如果是我有时候说隐蔽一点的话 你抓不着了 我还转 所以说出来的就说是该继续继续继续 2015年初 老鬼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南方的制毒人员 从他那里学会了制毒技术 从此走上了制毒的不归路 尽管每一步都小心谨慎 但老鬼内心深处早就清楚自己的结局 老鬼说 开始吸毒 以为自己随时可以离开 但一直走到制毒的死路上 他说这是一条不归路 走进去了 你就出不来了 在看守所的这些天 老鬼回顾了自己的58年的人生 他给了自己一个简短的评价 这真是可悲又可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学校里边发生的事 就在不久之前和北苍州市第一中学的12名高中生 因为在学校里边携带使用手机 被校方给劝退了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学校的做法合理吗 我们先来听听学生家长们怎么说 我这个孩子 他是在9号下午 在4点左右的时候 是打课间 这个课间是两个小时 在这个课间当中 给他妈妈打了个电话 我这个孩子 他是肥之嫩疾 不能上网 不能停格 然后被教育处发现了 当天他告诉我 然后你回家反省 反省7天 然后听后处理结果 在7天之内呢 我们也找了好多人 回来班主任跟我们说 你下次注意吧 你这第一次对你是个教训 我们两天就没事了 然后呢 第二天呢 班主任就跟我们打电话说了 说学校说那个决定出来了 说你这个孩子得转学 随后 随后我们这在家待了 这算20天了 处理结果 一直就是 就是不让回去上学 我的孩子 举我的了解 就是我们第一次 被学校看见 就提他们平常 是什么 什么要求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按照这名家长的说法 孩子只是在课间 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就被学校劝退 这让家长难以接受 根据苍州一中官网介绍 该校是河北省首批 重点示范高中 2014年9月 搬迁到新职 在校人数达6000人 采取的是全封闭 全技术制管理 并且学校早有 禁止手机进校园的规定 学校有不允许 在手机上学的规定 知道 最早是什么时候 最早是高 我今天高二 可能是高一的时候吧 你们学校有没有的规定 就是说 学生不让带手机呢 这个规定是有过的 什么时候有的呀 我记得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寒假之前 他给了家长一封信 然后就是说是 下学期要禁止学生 带手机这个现象 然后并且是让家长签字 然后开学之后带回来 而根据网上这份 处分通报可以看到 学校在今年2月29号 又宣布了对手机 违纪处理的新规定 那么这些前前后后的禁令 家长和学生 又是什么态度 前两天他们贴这个公告 我才知道2月29号 要不他说 他们说2月29号 他说贴这个公告 他们都不知道 我认为孩子带手机 是肯定不对的 以前开学的时候 要求好像是不带手机 我跟老师还开个玩笑 我说这个带个手机 这个有时候联系不方便呢 老师也没怎么开在意 那据您所知 您孩子同学里面 带手机的多吗 据我所知 那应该是很多的 只不过他没发现 学校跟我们说 你没发现 那你没撞枪口上 那不能算 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这位是月深山月律师 这位是本来的特约评论员 宋晓阳老师 特别强调啊 人家是真正的老师 所以呢 一会儿您有资格来评价这事 我们先来从法律的层面上 来探讨一下 我们都知道 这中学生学习压力非常大 学校呢 不让孩子带手机 用手机也是出于好心 为了怕影响他学习成绩 但是真正的这孩子用了之后 学校有没有权利 说劝退人家 就劝退人家呢 月律师 是这样 我们说这个学校 根据教育法的规定的话 学校有权利对这个孩子实施管理 包括说设立奖励和处分的这种规定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说 不管你是对他的奖励也好 还是说对他的处分也好 那一定要合法也要合理 对 合法的话就是说 法律上面有规定 允许你这样做 你就可以这样做 那么你接下来设置的这些条款 设置的这些措施 还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 就是合法了 那你还有一个合理的一个问题 那就像说这件事情 我们说 首先通信自由是宪法权利 受教育权也是宪法权利 对 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 因为在学校里边违规使用了手机 那么直接就给予了开除 或者说劝退的这种处分的话 那显然是既侵犯了这种通信自由的权利 也是影响到了 或者说是限制了孩子正常行使这种受教育权 您能不能说的更明确一些 也就是说学校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法了 对我个人认为这些学校的做法 其实现在是属于一个违法的程度 而且其实还有相关的规定 就像这种孩子的话 应该是以教育为主 之后实在不成的时候 你才能对他进行处分 好 小杨老师您怎么看 苍州中学这两天确实成为舆论的一个热点 14年的10月份 他们出来的第一个关于手机的规定 15年又出来 16年又出来 就是每年比前一年都要增加更加严格的一个惩罚 学校去竞争一个更加优秀的学校 无可厚非 但是在学生这个管理上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 刚才曹董老师说 我更是一个老师来讲这件事情 学生上课确实自觉性上不强的时候 想玩手机确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全球化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现在看来的时候 在高中生他的特点跟大家又不太一样 在这里边12个学生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是高一高二和高三 特别是高三的学生 面临着如果你劝退的话 他接着这个学业怎么办 他的学籍怎么办 那么接下来 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话 其实不是今天才出来这个事之前也有 那么他的上一级的管理部门 教育局是否对这个学校 现在这样的一种管理是否合适 因为如果刚刚开始批评教育 直接上纲上线就开除 这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我个人觉得稍微有点狠了 对 刚才您提到了他的上级单位教育局 那目前当地的教育局就已经介入了调查 我们也期待着这件事能够尽快地得到合理解决 接下来看下一条新闻 发生在安徽的府洋 当地的交警大队的民警 在对一起酒驾进行查处的时候 驾驶员表现得非常的积极 很配合 可是同春的姐姐却不干了 事情发生在2016年3月19号下午1点左右 民警在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脸色通红 有酒驾嫌疑 经呼气室酒精检测仪检测显示 驾驶员樊某某每百毫升血月中酒精含量达78毫克 属于饮酒后驾驶 而他还没有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 正当民警准备将驾驶员樊某某带回中队 做进一步处理时与樊某某同车的他的姐姐突然冲了过来 为了不让民警将弟弟带走 樊某某的姐姐竟然顶在车前不让警车挪动 樊某某的姐姐见民警要换车 又开始以腿部有伤为由 要民警放了樊某某 让樊某某带自己去看病 直到樊某某亲自下车劝姐姐离开 他的姐姐才让开道路 最终民警依法对樊某某无证酒驾的违法行为 做出罚款2500元 行政拘留三天的处罚 同时民警对樊某某的姐姐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好进入今天的学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站 录入信息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 可查到更多的学人信息 李丹女1990年10月6号出生 于1995年10月14号 在广东省广州市火车站 和母亲一起被两名妇女骗到广东省浦宁市郊区 之后被两个男子带走 从此失踪 体貌特征 圆脸 头发自然卷 右手小指被火烫伤过 刘有疤痕 屁股上有一颗痣 眉毛较稀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故事 昨天我们讲了发生在安徽 吴湖的一起当街的抢夺案 作案人王某已经被警方绳制以法 然而在得知王某犯罪的真实动因之后 受害者李某却主动谅解了王某 2014年12月30日中午 安徽省五谷县湾纸镇一名男子骑电动车 对一名步行的女子李某实施抢劫后逃窜 然而就在抢劫发生之后的两天内 这名男子却费尽周折 多次联系受害者李某 并在第二天将抢到的包装在纸箱内 还给了李某 虽然屡次躲过警方追踪 根据纸箱上留下的指纹 以及监控视频 吴湖县警方最终将协议人王某抓捕归案 王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交代之所以当街抢劫 是因为自己一岁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急需用钱 当时有一个很细微的细节 因为这个嫌疑人到来后 这个嫌疑出箱验 他上带的一包箱验 是我们市面卖的五块钱一包箱验 然后我们到 因为根据平时的一个作案特点 很多人就抢了东西 就会偷东西之后 都会大手大脚地划 这个人抢了这么多钱 却吃了一包五块的瘾 所以这个他抢钱 目的不是为了供自己想 谈多享乐 王某是吴湖县某村的村民 小学文化 看起来老实胆小 父母多年来一直务农 之前王某和妻子 在镇上同一家电子云建厂打工 这个家庭都是本本本本本的人 那个长期就有种田围 所以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在被抓捕时 王某因为驾照被扣出12分 正在交警队重新学习 而警方调查却发现 王某名下根本没有机动车 他的驾照又为什么会被扣分呢 王某告诉警方 其实这12分是自己卖掉的 认识就是说一个人 他是收驾照分的 把12分全卖的话 拿一千多块钱 但是我心里比较急 身上有一个驾照 但是也没有什么用 但是就想从各个方面 就是说抓点钱过来 全部12分全卖 王某说 卖分的原因和抢劫一样 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王某怎么也忘不了 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 那是在2012年年底 刚刚当上爸爸的他 再高兴之余 却发现儿子有些异样 儿子生下来没几天 就经常因为感冒肺炎等原因 去医院 从出生到六个月大 光看病就已经花去了小两口 将近三万多元钱的积蓄 经常生病 一生病就要到十里面看 身体差得很 一生病就是肺炎 一生病就是肺炎 一去医院就住医院 住个十来二天 他一天的费用能达到 四五百五六百 有时候 在儿子半岁时 又一次因为咳嗽到医院看病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医生诊断出 儿子患有心脏视剑隔缺损 属于先天性心脏病 需要进行手术才能治愈 这个噩耗 对王某一家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心脏天神就听到了明确的 病理性的杂音 判断它应该是有先天性 心脏病的可能性非常大 梦了 但是坐公交车回来的路上 但是我老婆 还有我母亲一个 三个人都哭了 在车上哭了 因为吴胡县 没有做婴幼儿心脏手术的条件 医生建议 王某带着儿子去上海做手术 虽然王某一家的生活 早已捉襟陷阱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上海 到上海去看病 这个过程显得都很创促 都很紧急的 他应该讲是对孩子的感情 互质亲身的 很负责任的一个父亲 就来家里 在个房间 宅基地就是乱卖的地方 就好了 到那边去 不许肯定是要花大钱的 还是打电话 都在借钱的 算上交通 住宿等费用 在花费了十多万元钱后 孩子的心脏手术 终于顺利完成 通过手术开胸 把心脏拿出来 心脏拿出来 把那个缺口补上 这个发现的越走 就越好治疗 但是做的话 以前很危险的 就是从生命心脏 拉过来的一样 然而 手术之后 孩子的抵抗力很差 经常生病住院 而且还需要每隔两个月 去上海复查一次 王某和妻子 为了照顾孩子 分身发疏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天天跟他接触 我擦房 每天都要擦房 擦房的时候 他工作很忙 他一边工作一边 每天我擦房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准时过来 他陪我 等我擦过房以后 他还去上班 因为经常需要请假 渐渐的王某工厂的老板 对王某有了意见 就在案发前一周 老板将王某辞退 我也跟老板说了 这个事对吧 家里小伙生病 但是说老板 他毕竟他做生意 然后他说 没人来 上班不行 他要正常的运诊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只有把我辞退了 就是另外签了 也许是害怕家人担心 被辞退的王某 没有告诉家人这件事情 他每天还是像平常一样 暗示出门 假装上班 那段时间 自己心里 自己心里压力阵 但是心里就想 尽快再找个方向 找个工作 不挣钱不行 但是很需要钱 然而在外游荡了一周的王某 毫无收获 虽说都是找在工厂干活的工作 但因为王某提出儿子生病 可能会经常请假 一直没有工厂 愿意聘用他 就在案发的当天 王某再一次求职失败 请假的好请的 就是说不多 一般的个人说 会允许 都没找到工作心情 就有点失落 就不知道怎么办 眼看医院续费的日子越来越近 面对失业的困扰 和早已掏空的家底 王某陷入绝望的境地 也正因为如此 才发生了之后的抢劫事件 当王某看见被害人李某 一手盯着包 边走边打电话 瞬间起了抢劫的念头 平时我胆子也很小 但是那种胆子骗子就变大 我觉得像有一个机会 抢劫得手回到家后 王某发现 包里除了装有5000元现金之外 还有很多办公用的文件资料 我觉得他应该是 跑业务开始干什么 应该好像是 很重要的一个人 让他坐立不安的是 一旦这些物品丢失 会给受害者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虽然不确定李某是否已经报警 但王某却替李某担心了起来 但是联系上每一种感觉很过也不去 对吧 难了人家钱 还给人家造成这么多不必要的损失 然后我就当时想 就是有没有一种就两全亲密的方法 把东西再还给人家 巧合的事 王某在包中发现了一张缴费单 上面写着李某的电话号码 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王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就是留下现金 将其他物品还给李某 第一天的话 开始在家就 老子就都在想 到底用什么方式还给他 无法直接面对李某 又担心被警方发现 王某选择了 到40公里之外的 五湖市汽车站 用一部坐机电话 联系了李某 手机在发动 然后电话手机在发动 刚开始第一个想法 是说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打电话或发信息 告诉他在哪一个地方 自己寄去 接着王某四处寻找 可以藏包的地方 却又担心 反而会把包弄丢 第二天他又想到了 利用出租车 把包送还回去 我们当地出租车 自己就像通常快递一样 但是就用一个盒子 把它包装好 像一个快递的一样 把它包装好 写了它的名字和电话 经过一番包装 王某终于煞费苦心 将包还给了李某 然而 在他被抓获之后 王某的家人 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一贯老实本分的他 会做出这样的事 王某抢劫后 放在家里的五千元钱 他的家人 也一直以为 是王某的工资 由于缺乏与家人的沟通 王某失业后 经历的心理历程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性格其实他很 他敢话 他就是怕讲话的人 他话跟我们很少的说 为了核实王某犯罪的动因 吴湖县人民法院的法官 也进行了调查走法 通过我们的了解 王某这个年轻人 是个非常本分老实的 都觉得他平时表现良好 是个孝顺的孩子 潜逗以后 他非常的懊悔 多次向我们表示 要赔偿被害人 希望获得被害的恋情 王某的家人 对李某进行了赔偿 曾经受到抢劫惊吓的李某 在得知王某家的情况后 不仅表示了原谅 更自愿为王某 出具谅解协议书 因王某是初犯 综合起犯罪动机诱因 以及家里的实际情况 2015年5月 安徽省乌湖县人民法院 以抢夺罪判处王某 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三千元钱 抢夺罪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 它是一种趁人不备 公然夺取 它虽然带于暴力性 但是暴力的程度 要远远小于抢劫罪 当看守所中的王某 得知获得了李某的原谅 他更是对自己的罪行 感到十分后悔 王某回到家后 要定期去司法所参加法律学习 法官们也经常去他家走法 给予王某心理上的开解 以及一些物质上的帮助 他确实的不单单是金钱 他可能确实的更多的是关心 心理上面的一种帮助 会往往比金钱上面的带来的帮助 起得更大的作用 其实刚开始 我真的不懂法律是什么东西 法律就像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 对吧 你遵守也行 不遵守也行 但自从我被关起来之后 我觉得法律这个东西 真的怎么讲的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被看守所里 我行到法律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经常看 各种各样的法律 参加一些法律方面的学习 如今 王某也已经在一家私人工厂 找到了新的工作 他和妻子每月收入加起来 能达到五千元钱左右 老板因为同情他的情况 也允许他适当的请假 王某和家人都相信 在未来 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 还情借债 照顾好儿子 也正是因为 王某犯错之后 迷途知返的良知 法律给了他最公正的裁决 我们看得出来 周边所有的人 都对王某充满了同情 但是我们在这 必须得特别严肃的说一件事 你平时生活再窘迫 这些都不是你最终 能够来触碰法律的一个理由 这些都不是 法律在这方面一定会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公正的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探讨法律问题 李会计被抢的人也已经原谅他了 而且签了一个谅解协议书 这个协议书在量刑上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 这个谅解协议书在量刑上面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说影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 因为我们说根据最高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当中 像宽言相计和量刑的指导意见上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出犯 比如说像是偶犯 比如说是像受到了或者是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法定的 都是可以着定对他们进行重新处理的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法官在判案子的时候 他是要综合的来考虑他的这个案件的情况 包括说他的主观的这种动机 包括说他事后是不是有毁罪的表现 包括说是不是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有影响 但不是说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这个案子我们也能看出来 其实他更多的是属于一种自己的触犯 和确实有这种生活的压迫所导致的 所以说在量刑的时候 肯定会综合给他考虑进去的 对 王梦的故事 小杨你怎么看 他原来确实是一个好儿子好父亲 我们当然说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就是他的可怜之处确实来自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孩子治病确实是需要钱 在又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的时候 偶发的去抢夺了别人的钱之后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难道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通路吗 这个通路结果给你带来的灾难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社会救助 自己可以去寻求 现在在从片子来看的时候 他其实没想这个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王某这次 他还是幸运的 他的幸运是在于什么呢 他在积极的去赔偿 然后在积极的去唱 深夜回家 年轻女孩被人砍伤 生命垂危 在现场里面的情况 他不能说话的话 我们了解不到 黑暗之中 何人作祟 将魔爪伸向年轻护士 家伙伍都知道 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 茫茫人海中 民警们如何锁定真凶 精准出击 入北麻城 警方120小时 破获抢劫杀人案 热线12明日播出